我们很多人做事情总不是那么如意 做了很多事情还解决不了问题 有一个老师问 同学们 我们人要喝开水 如果生火生到一半柴火不够 那么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有的同学说 我们赶紧去找 有的同学说 我们去借 我们去买 老师说 你们为什么不能把湖里的水倒掉一点呢 这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人要懂得舍才能得 很多人为了得到 但是又不肯舍去 那你永远得不到 所以要舍的人才能得 叫舍得 今天我们舍去身上不应该拥有的缺点 你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爱 你今天就是对父母亲和对妻子对丈夫 你舍掉自己一点疲劳 多为对方想 多为对方做一点事情 你一定会得到他对你更真诚的爱 这就是懂得人生 要舍去人生的名利 你会得到人间更多的如意 你会得到别人的缺点 你会得到别人的缺点 谢谢观看